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Mandary Corner 那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厨房 今天呢,Elina要给你们做一道中国菜 同时的话,你也可以学到中文 那今天我要做的菜是这个炒这个 那这个是香干,是豆腐做成的 把豆腐晒干了之后,做成香干 这个是青椒 还有我也要放的,每次必放的是生姜 还有大蒜 那因为我是江西人,江西人呢,是喜欢吃辣的 所以我一定要放一颗小米椒,小尖椒 最后呢,一定要放的就是猪肉啦 现在我不是很喜欢吃肉 但是呢,每一道菜里面都要放一点点肉 这样子的话,菜会比较鲜,鲜美 那现在的话,我要开始把青椒的这个头给去掉 好了,那现在要把它洗一下 这个是我买的五彩盆,下彩虹 然后我要洗一下香肝 两片香肝跟两个青椒 一个小米椒 一点点,两半大蒜就好了 等一下 然后,这么多生姜就可以了 这个不太好剥,我教你们一个妙招 等我一下 洗一下我的脏针板 菜刀 好了,看清楚了 这是我交给你们的妙招 我还开始拍大蒜呢 好,一个 两个 很爽 反正每次我拍大蒜的时候,我都觉得好爽 特别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成可恶的监考老师 或者是可恶的老板 给他那么一拍,心情无比的爽 对吧 然后这个呢,大生姜的话 我觉得用指甲把这个皮抠掉就好了 我不太喜欢把皮去掉 所以我就随便洗 搞定 生姜 生姜我是要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丝 这个就是丝 然后再把它切成末 最后把大蒜切碎 盆盘里面备用 我的小米椒 我的最爱 青椒 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籽给剥掉 它就不会那么辣了 那你可以把它切小一点 或者切成你想要的形状 我每次做饭我都会觉得心情好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自己买菜做的话会比较便宜 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好多钱 然后最重要的是 自己做饭会比较健康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 哎呦,差点把手给卡掉 在中国 有地沟油啊 然后农药 反正就是很不干净 因为在外面吃蔬菜你也会觉得不放心 猪肉的话 你知道吗 其实猪肉也很不安全 因为有很多步伐商饭 商饭 它会把水注在猪里面 这样子的话猪肉会重 那当然了这个猪肉是不好吃的 并且也不新鲜 所以在中国买猪肉要当新鲜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做饭 只要把它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装起来 好了,最后重头戏 是我的香肝 香肝的话很好切 你只需要像这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就好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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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子的固域 好了 还有一个好 这个猪肉 我觉得长得好丑 我不喜欢吃丑的东西 所以我不喜欢吃猪肉 因为它长得好丑 但是觉得丑吗 觉得很丑 但是我也不得不吃 它里面还有雪 所以我只要这一块就好了 我一定会把猪肉洗得很干净 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个雪 然后你像我这样子 把它给切成一片一片的就好了 看到了吗 很简单单 我有一点点洁癖 所以 我有一点点洁癖 不然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马上要开始炒菜了 大家看清楚了 当你把所有的材料都像我这样子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炒菜了 平底锅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锅来炒 我选择的绿色的 因为我很喜欢绿色 我觉得绿色比较环保 好吗 对 哦对了 我是用电磁炉 我是用电磁炉做饭的 因为我比较怕煤气 会不安全 电磁炉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炒菜 需要把里面的水给弄干 不然的话 当你倒油的时候 它会跳起来 可能会伤到你的手 好 看里面的水已经快干了 或者你可以直接拿一张厨房用纸把它擦干 那也可以 这个是调和油 我现在放一点点油 这么多 可能再多一点 我们首先把切好片的香肝 放进锅里炸一下 这样它会更香 小心烫到手 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像玄妻两母 每一次 我的同学看见我做饭给他吃 他都会说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他一定会取我的 要炸一火火 要把这个香肝炸成 应该说煎成有一点硬硬的 才可以 比较久哦 你再放一点点盐 这样子它会比较入味 你再放一点点盐 盐得起来 油就留在锅里面 等一下可以炒另外一道菜 对了 就是做成这样子 炸成两面金黄的样子 剩下的油可以用来炒这些配料 我们先把辣椒跟生姜 还有大蒜放进锅里面 放入香味后 放下猪肉 香味已经出来了 然后放一点点酱油 等会儿炒熟后 把青椒倒下去 嗯 变辣 好了 它被辣死了 我没讲得更辣 不好意思 刚刚 因为我没有抽烟机 所以 这个辣椒很辣 把我呛的 还不行了 好了 我马上就完成了 不要笑哦 最后 我把这个放进锅里面 炒熟即可了 然后再放一点盐 然后再放一点盐 噔噔 好了 这样就可以盛起来了 看一看 这就是中国的菜了 搞定 那这样一盆辣椒炒豆干就完成了 你看里面有红色绿色白色 还有还有什么颜色 我猪肉色 OK 好了 大家是不是看到这个就饿了 好辣 不好意思 真的很辣 把我给呛的不行了 好了 我该去吃饭了 那 希望下一次我能教你更多的中国菜的做法 那今天因为是第一次 虽然出现一点小插曲 但是大家不要笑我好吗 给我一点点支持 给我点个赞吧 然后记得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然的话 下次你就看不到我 再给你做菜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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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刚刚扔掉的一块肉 因为里面有 哇里面有一个雪果 你看 你看 我不想要了 我想把它扔掉 你看 这个真的很恶心 你没发现 真心的很恶心 拜拜 哦 哦 我应该把它切掉 这样就不浪费 因为我现在比较穷 所以我还是省一点 好了 我就把它装进 太恶心了 真的是太丑了 没见过这么丑的猪肉 太不好意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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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